好 收到消息来看 怎么会有人为了赚钱做这么恶劣的事 这是一个水电工把施工剩下的废弃物 像是电缆 电线 还有弹簧床 带到偏僻的山区烧掉外层再拿去变卖 也因为烧的时候火烟太大了 还传出阵阵恶臭 附近居民报案 水电工为了湮灭证据 还把余境是直接就推下山坡 差一点造成二次污染 还好环保局会同警方迅速赶到现场逮到人 现在要开发 看一下啦 新北市三峡的茶角山去周边黑漆漆的 但这处空地却有火焰冒出 虽然火势不小 但仔细看还是看得到 像小山的火堆其实都是废弃物 环保局机茶园和警方能及时赶到现场 就是因为火焰伴随浓浓的恶臭 附近的住户原本以为只是烧杂物 但越闻就越觉得不对劲赶快报案 结果里面有弹簧床电线 电缆都有可能因为燃烧产生炙炎带傲心 而且嫌犯急着灭证 竟然把余境全都推下山坡 差点就可能有二次污染 这个案子我们就会依照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 来把它移送罚犯 那最重可以处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以及并科一千五百万元以下的罚金 人赃据获嫌犯赖都赖不掉 原来他是水电工 施工之后剩下的废弃物 他都会收集起来 再到偏僻的地方烧掉外层 再把里面的铜线和金属拿去变卖换钱 但是过程可能产生世纪之毒 大要心赚小钱影响大家的健康 华视新闻黄佩华 翁英修 新北市报道